當TOYOTA TONG S出現在台灣市場的時候 其實很多人都把它視為商用車界的一個新的殺手 但是這究竟是因為台灣人都很喜歡TOYOTA 還是其實它的設定設計有跟其他商用車不一樣的地方 今天我們就一起來看看 聊貨車當然首先要介紹一下這輛車的載物能力 你可以看到我們今天所試駕這輛木製貨床的TONG S 它的貨床的寬度來講是1.58米 我覺得是中規中矩 那值得一看的是它的貨床的長度部分 其實未達2.5米的這個貨床來講 我個人認為其實不算特別的大 但是好在這個貨床依舊可以承受到920公斤 所以我相信對於一般的中小運量的業者來講 其實是足夠的 而坐到TONG S的車內呢 當然這輛新世代的貨車本來就應該配備了電動窗了 那除此之外呢 其實TOYOTA也為這輛車搭載了一些很小的很小的細節 但是我相信問獎的朋友應該會覺得很貼心 除了各式的水杯架、置物潮之外呢 其實你如果是有抽菸的朋友 它旁邊也設計了一個小小的凹槽 可以剛好幫你中納你的煙盒 不過我其實認為如今TONG S在台灣市場最為重要的 則是這輛車它在安全的部分的表現 除了兩顆氣囊以外呢 它還擁有包含像是緊急剎車的時候 它有警示的輔助的功能 你就不用忙著在剎車的時候一邊去按你的雙閃燈之外呢 另外還包含像是上坡起步的輔助 讓你車子不要往後溜之外呢 最為重要的則是這輛頂規車款 它還擁有TSS的這個駕駛安全輔助系統 這套系統裡面其實整合很多東西 包括像是說你頭燈開在AUTO的時候 它其實有自動遠近光燈切換的功能 再來假設你車道偏移了 這個時候它有車道偏移警示的功能 你如果真的不小心快要撞到前面的車子的時候呢 這輛車也有碰撞的警示功能 甚至它還比別人多了一項 就是主動下車的輔助 然後再加上包含像是你如果在停車的時候 不小心怕把人誤踩了 它發現有可能發生碰撞的時候 它也會避免車子突然加速去碰撞到前後 所以我個人認為這些看似小小的地方 都可以幫各個問獎在生活打拚的時候 多了一點生活的保護 這真的是非常棒的 今天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Tong X這輛車開起來的感覺是如何 你不要小看它 這輛車的動力只是配置了1.5升的四缸引擎 而且它帳面數據 最大馬力98匹而已 最大扭力13.7公斤米 但是呢 它的變速箱的設定來講 畢竟這是一輛可以載重的貨車 所以自然它提速並不會讓人家感覺說 很沒力這樣子的感覺 提到變速箱就有一個非常關鍵的地方可以提出 就是 我們今天很特別的 並不是試駕它的手排版本 因為事實上呢 它Tong X的手排版本是五速的 但是呢 自排版本則是四速 其實我今天在試車之前 我一直有點擔心說 欸 那這樣子 四速在高速的行駛狀態的時候 因為它的轉速提拔比較高 造成車廂噪音比較大的這種缺陷產生 但是好在呢 今天早上我這樣試一下 像我在80公里的巡航的時候 它大概是2000出頭的轉速 那如果是像100公里的時候 它轉速則落在大概3000左右 所以整體而言 車艙的這個引擎噪音 並沒有我想像中來的這麼嚴重 另外一部分呢 有些陶吉會想到說 欸 那這樣自排的貨車會不會沒力 其實它還有一個非常棒的地方 當然像是說它的引擎除了有雙連續可變氣門證實的設定 可以優化你的動力輸出 再來 像我們現在在停等紅燈的時候 它還有引擎自動起幣的功能 可以幫你多爭取一點點油耗的節約 那再來呢 如果要提到這輛車的操控表現來講 畢竟這輛車它的後軸 它是採用這個葉片式的彈簧設計 肯定在像我們一般道路來講 過一些減速坑或者說這種燈孔蓋的時候 都會覺得它這個後軸確實是比較跳一點點的狀態 即便我們現在它後軸已經壓上了 大概100公斤的載重 幫它壓制這個後軸的彈跳輔助 不過呢 你依然可以感覺到這輛車它的行路的質感 確實還是滿貨車的 但是我覺得 另外一個值得嘉許的地方 則是在於說 這輛車它所配備的EPS電子轉向輔助系統 這套輔助系統加入之後呢 除了像我現在在都市這種如行在繞行的時候呢 其實我都可以感覺到 它基本上它的手感是非常輕盈的 可以讓我在掉頭穿越小巷的時候 都是相當輕鬆的之外呢 其實我原本也有點怕說 像這樣子它後軸比較浮比較跳 在搭配這麼輕手的轉向手感的狀態之下 它會不會讓我感覺在高速的時候開起來就有點恐怖 好在呢 Toyota它們其實對於高速的這個行路表現 其實還有進行調整 會讓它感覺在高速低速 其實開起來都是相當的輕鬆血液 再加上我前面所說到 它車艙的噪音 並沒有我想像中來得這麼大 所以我相信大家可以慢慢來接受 像Tone S這樣一輛自排的貨車 其實它開起來輕鬆 而且整體表現也並不差 其實當我們放眼Toyota Tone S這輛車 它全車系的預售價都在60萬以下的這個價格帶呢 我個人認為假設您的預算不是太緊的話 我真的非常推薦直上它們的頂規車款 因為多了TSS的這個安全輔助 絕對會讓你在上班途中更為安全 話又說回來 我們都知道手排在商用車界 絕不代表入門跟低規格 它反而是很多老司機願意選擇的車款的搭配 那這個時候呢 Tone S的手排版本沒有辦法配備TSS 確實是有一些可惜的 那我相信如果未來有機會幫手排版的車款加上TSS 未來肯定可以幫行車路上的安全帶來更多的守護 話說回來 我們可以發現Tone S這輛車 它整體的設定相當的夠水準 那再加上我們都知道 Toyota的維修體系跟維修的據點 我相信都是很多台灣人們相當熟悉的 那這輛車的暢銷 確實不無道理